经常听朋友讲啊 我已经做了医生了 我已经做了professor 或者是做了lawyer 这个律师了 那可是我心里边 这个想当演员的这个梦想 就一直没有熄灭 那你说我还来得及来不及呢 那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讲 如何在好莱坞转行做演员 哈喽大家好 我是好莱坞的华裔导演艳导 我希望能通过我的微薄之力 来帮助华人演员在好莱坞闯荡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 请不要错过关注我哟 很多尤其是华人啊 都是这个上了大学 根据父母的要求啊 或者父母的期待 上了这个法学院 或者是医学院 都当了这个专业的医生 或者是律师 这个想当演员的这个梦想 就一直没有熄灭 那怎么办呢 那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啊 就是这个有一个非常著名的 华人演员叫明楼 他原来就是一个很这个名校毕业的律师 那他后来呢 就是毅然决然的放弃了一些 跑到好莱坞来做演员 那他的本身的条件也不是那么好 就是说他的个也不是很高 然后长得也不是很英俊 是作为咱们国内出来的 总觉得这个演员有一定的这个标准啊 但是在好莱坞 人家明楼就闯出了一片天地 在好莱坞 不管大小电视剧电影 人家就演了一百多部 所以我就给你举这么个例子啊 那我今天就给你讲一下 在好莱坞转行做演员的几个要点 那我先讲一下在好莱坞做演员的这个 这个四个特点啊 那第一 在好莱坞做演员实际上呢 就是说 从标准上来讲 要比国内要容易得多 因为什么呢 就国内他 你比如说除非你是这个有关系啊 有后台 带姿进组 或者是有流量 你已经是个网红 那你可以给你一个角色 但是在好莱坞呢 这一点呢就比国内要好很多 他不怎么注意你的 真正的你的非得要英俊啊 非得要这个大眼睛啊 他不看这个 再一个你眼睛再大 在这边实际上是没有太多特别的 因为国外的这些演员 眼睛都特别大 所以他们反倒 对亚洲人 他希望这种小眼睛 他的单凤眼 他倒反倒特别觉得好看 他们的这个审美观点啊 和国内是很不一样的 就是说在好莱坞演戏呢 他是这样 不去看你说哪个名校毕业 或者是 因为在美国有很多的电影学院 也有这个表演学院 真正 因为我们这个casting的时候吧 就是说 打开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简历 我们根本不看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更多的是看 你在你跟哪个 这个coach acting coach 就是老师 尤其是好莱坞啊 很多这种这个acting的课 就是你跟哪一个老师学过 而且你学的范围是什么 比如说你学过声音 怎么去研究剧本 你学过试镜 还有你学过 怎么在镜头面前表现自己 等等等等 那么我们看的实际上是看这个 所以上不上名校不重要 在好莱坞的这个 当演员的门槛 实际上是蛮低的 第二点我就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的决心有多大 对吧 在好莱坞 你比如说你想当演员 你可以从很多个角度去 去开始 你可以去 先当那个background actor 从这儿 然后呢 这个 拍多了 然后你可以跟副导演拿这个voucher 这个voucher拿到 好像是三个吧 你就可以成为工会的演员了 那你成为工会演员以后呢 就说你再做背景演员 你的价格也高了一倍快 另外一点呢 就是说你自己去 在这些网上 有几个 好莱坞有几个比较知名的网站 你可以自己注册 然后花一点钱 不是很多的钱 你就可以来这个毛遂自荐啊 就说他会根据你的年龄 和这个种族各种条件啊 他会给你推 那比如说actor access啊 他会给你推适合你的角色 每天他都给你推个几十个 那你就 你就把你的照片露上去啊 还有你的resume啊 然后呢 你就去D 就是submission啊 你就使劲D就完了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你如果上了这些工会的戏 或者是大点的戏 那你就上学生电影 那学生电影呢 实际上 尤其是这个找华人的 非常多 我觉得其实好多电影学院的学生 大部分都是来自大陆啊 或者台湾啊 他们的很多想法 还是非常好的 那你也很难讲哪一个学生 后来一下子这个短片就出来了 对吧 所以你先去演这些学生的电影 而且现在学生的电影 那个还是付费的 所以是 又这个挣了钱 而且还增加了精力 增加了这个你的credit 那第三点呢 我想说的呢 就是要开始学习了 对吧 你要想当演员呢 就要上课 对吧 要把基本的表演的这些知识要掌握 在好莱坞呢 有很多的这种班 对吧 一般来讲大家都是打工啊 挣来了钱去上这个表演班 特别多 而且各种这个风格的都有 各种流派的表演班都有 那你可以每一个都尝试一遍 然后看哪一个特别适合你自己 你就可以把它利用到你的这个表演中 无所谓你是哪个派别 说实在的 就是说哪一个队你有用 哪一个能够真正让你把演 把这个角色表现的淋漓尽致 你就用哪个 因为这个行业 它是一个非常 它的几率非常的小 就是大家都来 抢这么一个角色 就是 增多肉少嘛 实际上就是这样 就是说得看你的真功夫 那你有多大的决心 来争取这个这个机会 来争取被选上导演 或者是让这个casting director 能够在从你身上看到闪光的地方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我给大家讲一个特别好的例子 就是现在你们看那个 Santi的那个 奈飞版的那个女主角 就是演那个 演那个女科学家 那个年轻的女主角 那她呢 实际上呢 还是在UIC念书的一个学生 当时我听说呢 就是说她在还没有毕业 所以呢 这个她试镜的时候呢 就是说 她特别特别认真 她找一个人帮她对词 一试就试一百遍 然后呢 她还是觉得自己不好 她又去找另外一个人 再试她上百遍 然后都把人家都试烦了 那她自己还是精益求精 然后后来她还是觉得 不够理想 她又去找第三个人 就是说这个女孩 她的成功就表现了 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一个例子 就说你在好莱坞要怎么奋斗 就是别人也许已经试了二十次了 哎呀她觉得已经很够多的了 二十次已经很多了 但是你看人家试了三百多次 最后人家就拿到这个角色 还有一个就说 你要是想做演员 你要好好想清楚你的这个转行以后 就是你肯定不可以做这个 朝九晚五的这种工作 大部分好莱坞的演员呢 全都是做这个 就是白天我可以试镜 不用工作 那晚上去打工的这种工作 大部分都是在餐馆啊 酒吧呀 或者是club nightclub这种地方 而且这些这个餐馆啊 还有酒吧挣钱挣的也不少 所以一般你在好莱坞 这个大部分这些waiter waitress 都是演员啊 我曾经就是在Taluk Lake 那个地方住的时候啊 然后我那边有个咖啡馆 叫Aroma Cafe 那那里边原来就是有一个 胖胖的一个女孩子 她呢大概三十多岁 她就老在那当那个waitress 我见过她好几次 哎呀我觉得她这个脸蛮熟的 果不其然她呢 就是已经上了一些小角色了 后来呢她就上了一个 著名的一个电视剧 然后人家一下子就火了 就不再做waitress了 但是就很多这种人啊 都在你身边 就非常有意思 所以呢 在好莱坞有一句话 就是说 never discount anyone in Hollywood 意思就是说 你永远不能小瞧任何人 因为所有的人来到好莱坞 做演员梦的 不定哪天就火了 那一部戏或者是一个角色 就能奠定他成功的这个机会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谦虚啊 一定要以人为善 一定要交朋友不要树敌 这样的话呢 就说以后万一你身边的哪个小朋友 对吧 火了 大家还可以互相 还可以帮帮你啊 对吧 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 你真正在好莱坞的片子里 看到就是 大陆来的演员 真是少之又少 很多的华人的家长 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做演员 有一次啊 我们一些导演吧 就是被这个电视台 他们给叫去啊 就跟我们讲 就说 怎么来帮助你们 这个亚洲的演员 他们就说 因为比起黑人 或者是拉丁美洲的 这些演员 白人就不用疲了 就是这些少数民族的演员 就是亚洲的是最差的 他就说 他说 你们的这个 talent pool 就很小 就是你们没有特别 有才华的演员 我们可以用 我们当时听了 就是觉得很不舒服啊 说怎么可能 怎么可以这样讲 但是后来呢 我真正关注了一下 我才发现 就是说 真正在好莱坞混得好的 一般都是韩国人 你知道为什么 他们当演员的 几率比较多 而且他们表演的能力啊 要华人要强呢 第一啊 就是说 这些韩国人 他们的很多的移民 到了这个美国以后 他们基本上就说 很多是做这种小店铺的 就这个街角的这种便利店 那他们这些孩子 都是在大街上这么长大的 所以非常的算是 street smart这种孩子 很多这种家庭的 他们对孩子就是不大管 所以呢 很多的韩国的小孩 他从小他就喜欢跳 喜欢跳 再一个 咱们这个朝鲜族 他本来就是能歌善舞 对呢 从小就培养 所以他进这个行 就非常的顺利成章 那就多 就比这个华人要多很多 所以呢 他多了呢 那他在这个其中 就能挑选出一些 比较出雷把碎的 这个韩国的演员 那就是比华人多 这个就是现实 所以呢 我觉得很多华人呢 已经去做了 这些professional的职业了 医生啊 什么这个 没关系 你如果真是有这个表演的梦想 什么时候都不管 加油 谢谢你今天来关注我的这个视频啊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